黃珊珊在19號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那個記者會其實我們 我說正常人來看 這個近乎已經是空中篡正了 就是因為你講什麼 我們說偵查不公開裡面 很大一部分就是 這個東西從來沒有公開過 所以你就不能講 可是黃珊珊在記者會裡面 幾乎把跟案情有關的 金流有關的 或者是說 為什麼會給他們 這麼多的容積率都講出來 那也就是說沈慶晶那邊的律師 就跟他講 現在的說法是這樣子嘛 是不是 那現在說法是這樣 這個沒有串政的問題嗎 這其實是反過來 因為黃珊珊那天開了記者會 19號開了記者會 他主要的理由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有權 訂定那個容金獎勵 我可以給他 這是我的行政裁量權 那這個說法最早不是黃珊珊的 是威京那邊找了一個學者寫的 在更早之前 所以你要講他是串政的時候 在檢察官在法官那邊過不去 因為沈慶晶他不是第一次出現 可是他的作用在哪裡 就你回過來看 柯文哲跟沈慶晶 誰比較容易成為破口 我是一向認為沈慶晶比較容易 沈慶晶78歲嘛 因為沈慶晶的破口不在於他幾歲 是在於就是說如果今天威京集團是一個財務很健全的 這公司他沒有資金調度的問題 他比較會扣掉 因為沈慶晶 沈慶晶有一個跟吳淑貞很像的地方 他的健康狀況 他的身體是他最大的武器 所以你看這段時間15時他就抽出 然後借戶就醫 那個其實是要摘取交保 為什麼 他出去了以後不是處理 處理威京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是他整個集團的財務調度能力才會好 你知道嗎 他在外面的調度能力跟他在裡面的調度能力 當然不差 那個會差很多 好 那我曾經搞了那麼多 費那麼大的利益氣 如果威京垮掉了 就掛了 對他的打擊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怕自己的申請 沈慶晶這種人 在社會上的歷練 什麼樣的場面都看過了 我不認為他會怕 我講個題外話 擠壓兩個月三四個月 我講個題外話 你知道 大概一個月前不是突然股災嗎 然後整個股市就 兩三天掉了三千點 我非常難過你知道嗎 後來我看到那個 有人在講沈慶晶的故事裡面 沈慶晶講過一句話 我不怕失敗 我整個人心情都好多了 你知道嗎 我不怕失敗 但是沈慶晶如果這次打下去 他沒有機會 就沒有機會 你要知道沈慶晶他們威京 過去這幾年 連他弟弟都關屍 行賄 後來他好像是因為認罪罰錢 好像有患到緩刑的樣子 行賄 行賄一個少將 拿了那個空軍指揮部 那個在台大旁邊那個一個工程案 你去看他的就是說 沈慶晶 對他們來講 對黃山來講 那個他那個講 我這行賄這樣 是我給你 給你容積率那個事情 比較像在打PASS說 我這邊一定會 一定會 一定會撐住 就是我們這一邊會撐住 這個容積率跟你沈慶晶無關 是我們給你的 這個當然跟之前的講法完全不一樣 因為沈慶晶他們威京申請的理由 也不是這個理由 他變更了那個法條 適用法條 可是那個作用來講 其實是 我的判斷 是比較像在穩住沈慶晶 就你那邊撐住 我這邊也撐住 我們兩邊都撐住 就回到柯文哲那個教訓 求徒理論 教學影片裡面有沒有講 求徒理論 兩個都不認 最後兩個都沒事 我覺得比較像 你們跑司法跑這麼多年 真的兩個都不認罪就沒事嗎 有可能啊 有機會啊 不是沒有機會 如果沈慶晶沒有被攻破 那你就只剩下柯文哲 那柯文哲的圖力 就是柯文哲自己要擔嘛 那那個有的 官司有的打嘛 好 那柯文哲現在胖的就是說 他的家庭帳簿 他的家庭理財 你不要被抓到財產難不明 如果真的很明顯 明顯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不相符 或者在我特定的時間之內的那個收支 不能解釋的話 那個財產難不明也可以成立 到時候是財產難不明會先去坐牢 因為現在目前看到的證據 大概都是很多東西 它不合理但是沒有違法 我就是喜歡用ATM理財 它不合理但它沒有違法 沒有問題不在ATM 問題不在ATM 問題還是回到就是說 比如說在那個特定時間點 就是我們的財務都是固定的 尤其像你是扶公職的人 一個是市長一個是醫生 你不會有莫名其妙的財源 突然的財源進來 你那個莫名其妙的財源忽然間進來 不能取得解釋 你要嘛種樂透 要嘛繼承 分一散你分道的 然後你這邊又有精華層 那個才連得起來 如果精華層的圖利 不能確認 這個確認其實也不用說一定要怎麼樣 一二省有罪 哪怕你第三省以後 來來去去 財產來源不明先坐牢 財產來源不明的速度很快的 因為台灣已經有好幾個官員 都是他本身的那個貪污案還在打 但是財產來源不明先進去了 先進去關 已經做完就出來了 那董哥我們再來聊另外 就是台北市議員宏建議 他不是拿出一張這個蔡佩魯的手藝嗎 有 OK然後裡面還要提到這個 後面還有人寫什麼蔡姐說怎麼樣 蔡佩魯說蔡姐也是台灣姓蔡 又不是我一個 或許是蔡英文 蔡佩魯會不會是金華城裡面隱藏版的嫌疑人 不會 不會 我覺得不會 不至於 因為蔡佩魯離開的時間點比較早 當然除非建立在一個基礎 就是2018年的時候也有行賄 那就另當別論 就是刑事實行證據 我現在假設2018的時候沒有收錢 2017的時候沒有太多錢 2017因為有個監察院給他審慶金一個560的容積率嘛 是 所以他們當時是一直要台北市政府接受這560的容積率 然後大家但是他希望多要 多要的就是那個12萬平方米的樓地滿面積希望保留下來 因為他那時候蓋一個圓形的樓 但是台北市政府像林青龍那時候的副市長跟林中民 獨法局局長都不認同 好 那那個時候這是第一關 我們如果說金華城有上中下級 蔡碧魯這個是上級 像郵淑慧 台北市議員郵淑慧 郵淑慧還看過 一樣是上級裡面 除了蔡碧魯的那個變形之外 還有一個柯文哲 柯文哲寫的公文 在一個公文上也簽字的 那個是在證明柯文哲從頭到尾都知道 這個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柯文哲在講我不知道 對對對對 可是他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公文 所有的這個過程當中就告訴你 你2017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人家要什麼 就12萬的樓地滿面積 那個後來也給了 只是12萬樓地滿面積沒給 給了560 確認560 所以沈基金才要跟你台北市政府 跟林宗明他們打官司 所以你就把林宗明換掉 換黃錦茂上來 黃錦茂上來之後沒多久 就便當會 那便當會之後就是 從560後來最後的 840 小乘840 打官司的容積率才多少 打官司的容積率就有六七八而已 那官司贏了你 你還拿更多嗎 所以整個不合理性在這個地方 整個要講他圖利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 所以這個也就是回到剛才我在講 黃珊珊那個解釋會比較弱 黃珊珊他們舉了很多例子 你跑司法的你看過律師這樣子搞的嗎 因為 珊珊姐她是有律師背景的 她引述台灣省的法條 對啦 那個當然出錯啦 不過台北市 然後她引述台北市那個24條是不是 25條 25條跟實際狀況也不一樣啊 可是25條是行政材料權啊 你知道我們一般打到第三省 就是法條 就是法條省啊 你要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 他一定要有個說法 你知道這是民眾黨最大的問題啊 他們只要遇到事情就丟一個說法 然後再自己打自己的臉 然後再說媒體抹黑造謠我 我常稱這個叫政治碰瓷你知道嗎 沒辦法啊 除了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解釋 行政材料權是柯文哲唯一能夠 唯一能夠對話的說法 就是這是我的行政材料權 以前類似的案子也是用行政材料權做辯護啊 但問題是行政材料權的辯護 能夠成立的基礎 如果早期一半一半 後期這幾年 這幾年法務部對於圖利罪的起訴上 要求有比較好 因為圖利罪最難的一件事情要證明什麼 要證明柯文哲是明知故犯 所以剛才講說前面為什麼要林忠明這些前傳 這個第一級很重要 上級很重要 上級的東西可以證明柯文哲 你明知道這樣子會違法 就是我要證明你的那個明知故犯你知道嗎 因為明知故犯是 那個是柯文的腦袋裡面的想法 基本上明知現在已經確定了啦 故犯要 現在就是故犯嘛 對 就是要證明故犯嘛 因為圖利你一定要 一定要有那個結果還要再加上明知故犯嘛 然後再違背法令嘛 那個明知故犯是很多圖利罪敗訴的地方 就是檢察官起訴 很多很多時候圖利罪不成立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明知故犯沒辦法被證明 所以你 所以他們你就可以看出他的邏輯 檢察官他們的辦案的邏輯是什麼 但是這個 這個階段如果能夠鞏固起來 我覺得至少 至少這個這個案子就算辦得有及格 當然如果你 你真的在審慶金那邊可以抓到金流 那你就會滿分嘛 那個這個很好玩就是60分跟100分 你知道嗎 他中無存給 你要嘛 你現在大概有機會60分 但是你如果抓到金流 大家會覺得喜出萬萬 哇 真的抓到了 你就會直接跳100